指甲上出現好像針孔那樣一點點的病徵 也挺常見的 很多人看到後就擔心身體內出了什麼問題 今天就跟大家解釋一下病徵 首先大家要明白的就是指甲如何生出來 簡單說指甲其實是由指甲根部 指甲埋面那塊肉生出來 準確說那塊肉下面有些特別的組織細胞在那裡生出來 這些組織細胞有些特異功能 它有什麼功能呢? 就是說它可以由一般心目中那種細胞組織 就是說很軟屬的很有彈性的組織 然後就慢慢演化成為好像指甲 指甲裡面就是排列得很整齊的蛋白質 就是說由一個很軟屬彈性的細胞組織 慢慢演化成為指甲這些硬的組織 指甲就是這樣造成 這個過程裡面基本上如果是正常運作的話 指甲造出來就是裡面那個結構很漂亮 就是好像你鋪的磚就排得很整齊 這樣它就很硬正了沒有問題的這樣 但是如果有些病影響到那個造甲的功能的話呢 就會令到那個甲就有些脆弱的地方 很容易在磨損、磨擦的時候就脫了出來形成一個個洞 情況有少少像比如那些石春地 就是好像澳門噴水池 就是以氏亭潛地那裡那幾條街 那些地不是石春地來的 看起來很漂亮但又很滑又不要走 但是都很硬正 那些就要用些很硬很漂亮的石春 就一粒粒的鋪好了這樣 這樣才可以比較耐用的 鋪路的時候那些石春很硬正的話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鋪好了之後可能耐長到20年30年都沒有問題的 那這個就當然OK啦 但是想像下如果有人偷工減料 如果偷工減料的話 其中那些石頭有部分的石春 其實是膠造的 有部分的石春是木造的這樣這樣這樣 鋪了下去之後 初頭看起來就很漂亮啦 但是那些人去Shopping 行行行買豬肉乾 行行行行行行行 買下買下 那就是磨一下磨一下 跟著那些車又走過滾過 那些木造膠造的石春 就會爛甚至掉出來這樣這樣 掉了出來爛了之後 那你就會看到一個個洞在那裡了 指甲的原理其實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說如果有些病變 令到那個手指根部造甲的位置出了些問題 那它就造出來的甲 那個細胞就不能夠完全 由一些很軟層很彈性的細胞組織 慢慢完全演化成為一些很硬正 排列很整齊的蛋白質的話 就會令到指甲有些脆弱的地方 想像一下指甲的一塊 裡面有些地方可能有 有幾個地方有一些軟的細胞在裡面 因為它不能夠完全成熟 那就是說還有一些軟的細胞在裡面 生出來的時候可能你都不太覺 不過手指經常會用的 你可能磨擦一下 撞一下敲一下 那些軟的地方 那些脆弱的地方 就很容易脫了出來 脫了出來 就會剩下一個小孔 形成指甲上面那些好像針孔那樣的病症 大家如果理解了這個病變的過程的話 其實就更加容易明白到 究竟什麼病可以影響到有這樣的病症 第一最常見引起這樣的病症的就是牛皮癬 牛皮癬很明顯就是一個皮膚的問題 可以跟大家說它不是一個單單皮膚的病 它又可以影響到關節 有時候會有關節痛啊 背脊痛啊那些都會有的 那就是說它這個病是影響很多系統的 那當然如果影響皮膚的話 最常見的那些典型的病症 就比如在手肘這些位置 或者膝頭哥 就是那個位置 就起一些紅疹 那些紅疹通常就又厚了又紅 那樣就有很多死皮的 那另一個名叫銀舌病 那就是說很多皮癬這樣甩出來的 其他地方最常見看到皮癬的呢 就是譬如耳朵後面 耳朵裡面或者髮腳那些位置 那就是很多紅疹啊 又是很多頭皮甩出來的 那手指有時候它都會影響到的 那如果影響手指 那麼巧又影響到造甲那個地方 那你就可以想像那個甲造甲的過程 就會受到阻礙了 那就是說一部分的細胞 因為牛皮癬這個病 就令到它不能夠完全成熟 那麼甲裏面做出來 裡面就有一部分呢 就是包裹一些不成熟 比較脆弱的細胞 那就是你隨著過去做一下 磨損一下 那些地方就會脫出來 就形成這一點點了 那就好像這個圖那樣 那這個圖呢 然後又嚇到牛皮癬另外一個在指甲的病徵 就是指甲最末端的位置 就離開了 那甲床分開了 那麼這個也是牛皮癬的病徵來的 那麼第二個病呢 很常會和這個指甲起一點的 那一點點有關呢 就是濕疹 那麼濕疹呢 那麼大家都知道了 那麼就是非常之常見 那麼濕疹呢 影響到他的指甲呢 就因為濕疹呢 有些时候都会影响手指的地方 如果它刚好影响了造甲的地方 造出来的甲又是有脆弱的地方 又是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点点的病症 第三个病理就有少少不同 也未必那么容易理解 第三样东西就是鬼剃头 叫做Alopecia Areator 鬼剃头是一个自我免疫系统的病 即是说免疫系统本身应该打外面的细菌 但不知为什么自己打自己 刚好这种鬼剃头免疫系统打了自己的髮根 没有髮根的话头皮无端端有一块大饼的地方 没有了头发 就像其他地方的皮肤一样 即是这些是轻微一点的 有时一大有时几大 有些特别严重的那种 就可以全部头发都掉了 有些眼眉都掉了 如果有酥的话酥都没有了 通常就是比较严重的那种 就很轻影响了甲又是有一些一点点的病症 那原理是怎样呢就不太理解了 不过估计都是那个自我免疫系统 除了打那个髮根 可能又打到做甲的地方 令到那个做甲过程受到影响 就形成一些不成熟的细胞 即是trap了在指甲的蛋白质里面 最终形成这一点点 好今天就跟大家解释了这个病症 如果你喜欢这些片的话 记住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